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电报局 第一所近代大学 但备受瞩目的同时 它也饱含争议 作为商人 它富可敌国的财产到底从何而来 幻海沉浮 它的经历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 1873年1月17日 历史的美光灯聚焦在上海外滩的一座古老建筑前 凭借在上海和天津的三艘轮船 几座仓库和码头 轮船招商局在这一天正式宣告成立 在招商局后来的人事改组中 盛宣怀出任会办 正是参与到招商局的运作中 不过 当个人置身于一个系统的运行 局面往往难以捉摸 招商局的运转刚一开始 似乎一团和气 后来矛盾就渐渐地涌现了出来 招商局的前期它的管理是非常混乱的 因为它虽然是一个官都商办 是一个商办的企业 但是那个官方的色彩是越来越浓厚 越来越浓厚 包括许瑞 唐廷书 师兄 他们都想办法要安插自己的那种 亲朋好友在里面 招商局内部的勾心斗角 李鸿章早有察觉 在给大哥李汉章的一封书信中 李鸿章曾坦言 唐廷书 徐润 朱祁昂 盛宣怀四人 各有私益 进入招商局的第二年 盛宣怀试图安插一名自己的亲友 在局里任职 结果遭到总办唐廷书的断然拒绝 招商局他本来可以做得更好 而之所以不能够做得更好 就是恰恰是由于 盛宣怀 唐廷书他们这些互相的 你们勾心斗角的斗争 这个是封建观念的一个特点 入局招商局之前 唐廷书曾在外国洋行中担任买办 在商人群体中享有广泛的号召力 招商局改组后 总办唐廷书主张商本商办 他动员亲友 很快招得商股47.6万两 解决了招商局招商困难的燃眉之急 对此 李鸿章颇为满意 曾经公开评价轮船生意 唐廷书最精专可靠 而那时仅为招商局会办的盛宣怀 虽然在曹运上展露头角 但其多次基于官方督办的首席之位 对唐廷书余有不满 这些名争暗斗在李鸿章看来 大多使盛宣怀一见其出 风浪暗生所致 斟酌权衡之后 李鸿章决定让盛宣怀 离开招商局 前往湖北办理矿物 得知这一消息 盛宣怀的父亲盛康很忧虑 在一封家书中 他告诫盛宣怀 一定要小心从事 学员工劝 工保不要开煤矿 很详细的一本关于一封信 他说开煤是害多于好 坏出多 你做官总须有个时缺 如果仅是差一丝 不能脱身 便少出头日子 且计且计 远去湖北 盛宣怀变成了名副其实的 招商局挂名会办 被边缘化的盛宣怀 曾经有这样的抱怨 直到在局 局内视为无足轻重之人 1876年 盛宣怀远赴湖北 办理矿物的第二年冬天 上海滩赫赫有名的 美国奇昌轮船运输公司 被轮船招商局死死地盯上了 那几年 为了垄断市场 外资轮船公司联手统一运费 甚至不惜各项水饺减半 甚至减三分之二 他们企图以低价挤占市场 将轮船招商局扼杀于摇篮 然而 面对困境 轮船招商局积极开辟新的内核航线 在市场上渐渐站稳了脚跟 外资轮船公司反而不堪低价竞争 经营惨淡 首当其冲的 便是当时的行业巨头 美国奇昌轮船运输公司 作为中国第一家轮船公司 奇昌轮船公司开通的上海到汉口的航线 曾经占有长江航运80%的份额 是晚清内核航运中的巨头 在那个时候是很不容易的 特别是收购奇昌 那个想都不敢想 那个时候 你中国的一个轮船公司刚办的 没几年收购奇昌 上海外滩九号 美国奇昌洋行在上海的总部就职 1877年1月 这栋建筑正是易主 新的主人是轮船招商局 后来轮船招商局将原有建筑拆除 在就职上盖起了保留至今的办公大楼 这是中国历史上面 第一次中市企业吞并 这个外国企业的一个案例 因为当时招商轮船局自己的财产 总共才7万两 你现在手付款就要125万两 当时美国奇昌公司身价高达200多万两 而轮船招商局的资产只有区区几十万两 并购的钱财从何而来 招商局会办徐润 专程赶往湖北 找到了正在忙于开矿的盛宣怀 作为李鸿章指定的招商局 唯一官方代表 与官方沟通协商 李鸿章是信任盛宣怀的 领命后 盛宣怀与徐润等人直奔南京 找到了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沈宝珍 急言劝说 此举为千百年来创建之事 非右率无以成之 其间盛宣怀措辞得体 颇动献听 最终沈宝珍为之动容 决定筹拨关款一百万两 给轮船招商局 这个事情他办成了 所以轮船招商局买下齐舱 盛宣怀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这场收购案 徐润事后回忆说 光绪三年定买齐舱轮船公司时 唐庭书不在上海 盛宣怀远在湖北 只有他一人主持此事 三日之内已将草约主角 但最终的筹款付价 全部仰仗盛盛宣怀一人之力 收购齐舱轮船公司 为盛宣怀在招商局的表现 扳回一份 光绪四年 公元1878年 盛宣怀在湖北办矿已有三个年头 寒冬腊月 他与矿师一行人深入矿区 来到大野勘查铁矿 经过不懈努力 终于查明大野县北四十里之铁山 富有矿藏 1874年开始 李鸿章当时尝试要推进一些 像煤铁矿 铁路 他都开始想筹划了 所以这个时期呢 赤宣怀因为招商局这个时期有点不得志 他就给赤宣怀安排了一个方式 就是你到湖北去办煤铁矿 对于盛宣怀的这次湖北之行 李鸿章显然寄予了厚望 1877年7月 李鸿章在信中告诉盛宣怀 若湖北奏办数年 竟以毫无成效 改而他惜 则多谋少成 是以一局外之口实也 也就是说 这次湖北办理矿物 攸宣怀在洋务之路上的生育和前途 当时不管是李鸿章还是盛宣怀本人 没有那么多的钱 能支撑整个这个投资 结果干了大概两年多 等需要勘矿 需要练铁样 需要搞那个铁炉 方方面投资都来的时候 钱支撑不下去了 光绪五年 1879年初 在勘探出大野铁矿后 盛宣怀发现原有资金不服之用 光绪七年 因资金短缺 湖北矿物失败 几乎已成定局 此时 李鸿章严厉批评盛宣怀 说他岂无成效反规官本 本系自不谨慎 对湖北开矿产生了一万多串 治钱的亏恐 李鸿章责令盛宣怀赔偿 因为这个最后 媒体工办不起来没效益 他自己说家产快赔光了 当然有点夸张了 但他赔了很多钱 也是一样 所以他就有点抱怨 说你这个事办了好几年 最终一无是处 原本想借助办理矿物 立足洋物 最终还是难逃 多谋少成的形象 盛宣怀沮丧到了极点 当时洋物运动方兴为爱 其中心 南在上海 北有天津 湖北虽居天下之中 但在盛宣怀看来 这里仍属边缘偏远之地 对于这次湖北开矿失利 盛宣怀或许 另有难以言说的心结 他觉得自己远离政治中心 尤其是远离西级的抵护章 那在一个小地方 长期的来搞一个小工业 他觉得政治上没前途 洋物之路一波三折 盛宣怀或不担心开矿失利 又逢齐昌收购案风波抖起 弹劾案将盛宣怀 试图打入谷底 半电报却迎来事业新转机 参与筹备轮船招商局 正式走上洋物之路 局内斗争失利 被边缘化的盛宣怀 被违派到吴北半冲框 机缘巧合 盛宣怀为轮船招商局 并购齐昌天力 扳回一局 留年不利 湖北矿武耗时七年 却无功而返 盛宣怀留年不利 湖北半里矿武折腾了六七年 不仅毫无建树还连连赔款 就在这个档口 之前其着力促成的齐昌收购案 偏有风波陡起 光绪六年 即1880年秋天 身为阎官的国子舰祭九 王先谦 上奏朝廷 声色俱力指责 招商局当年并购的 齐昌轮船公司 是花高价买了许多 破旧损坏的轮船 进而痛斥盛宣怀等经办人 邪诈余力 从中淫私 若任其逍遥事外 事无国法 当时在两江总统 刘宏一的收益下 国子舰祭九 王先谦 上车 这个时间 招商局内部淫私舞弊 因为这是在发生 光绪五年六年的时候 内部一趟乱闹 一趟乱麻 刘坤一 时任两江总督兼 南洋通商大臣 在他的授意下 王先谦 参奏请求整顿 轮船招商局 这一举动 名为整顿 实则是想将 原本由李鸿章 北洋派控制的 轮船招商局 改归以他为代表的 南洋派所控制 当时很多人认为 这个招商局 不是一个商办的企业 而就是李鸿章 本人的一个企业 所以他要打这个 招商局 把盛宣怀 他最终的目的 不是打这个企业 而是最后的目的 实际上还要 利用这个矛盾来 攻击李鸿章 此时的盛宣怀 在李鸿章的系统里 不可小觑 他是轮船招商局内 与北洋关系 最为密切的 官方会办代表 又曾经担任过 李鸿章的幕僚 而且他还是促成 收购齐昌案的 关键人物 南洋派盯上他 自是大有深意 当时 接到奏报的慈禧震怒 严令直立总督李恒章 两江总督刘坤一 彻查此事 1881年2月6日 正是农历元宵节 年味还没有散尽 严查工作已俨然展开 他说薛华工贪污 拿回口就散得起 结果朝廷也是查了 有两个总督去查 所有的账目来往 最后也结果是 因为查不失去 就替他洗净冤情 但是 事情远远没有就此结束 围绕齐昌收购案的 风波还在继续 于是 刘坤一 紧盯招商局内 与北洋关系最为密切的 盛宣怀 说盛宣怀 此等列员 有同事快 因而 请止将他革职 对于慈禧这种平衡术 李鸿章心知肚明 他急忙上奏慈禧 对王先谦 弹劾各款逐一澄清 声言 盛宣怀不可能撕纳中金 另外 却又不得不舍拘保帅 抛出盛宣怀 以顾全大局 当然李鸿章 刘坤一之间有博弈 博弈到最后 双方都退一步 刘坤一也不再说 你里边都劝乱账 但是你也得有点表示 经过一番争斗之后 盛宣怀成为 南北洋之争的替罪羊 最终被隔去了会办职务 不许干预局务 彻底被踢出轮船招商局 盛宣怀的洋雾之路 貌似走到了尽头 不过 突如其来的一场震灾 却意外挽救了他的仕途 光绪初年 爆发了一场 有清一带空前惨烈的大旱灾 灾荒席卷直立 山西河南陕西山东吴省 并波及苏北 碗北 隆东 川北一带 前后持续达三四年之久 至少造成上千万人死亡 这就是著名的丁雾齐荒 当时整个华北平衡是大旱 然后史上无数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然后朝廷又拿不出钱来去救济 光绪四年 1878年 农历雾银年 丁雾齐荒灾情达到顶峰 这年三月间 直立一带 仍是甘邻尚未卧配 逃亡北来者 沿途将毙 有几年的一个大的灾荒 据说当时整个华北 也是死了上千万人 所以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灾荒 西方传教士也介入进来 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斯大夫 也介入进来 情急之下 直立总督李鸿章 急调盛宣怀 北上直立前往河间震灾 当时盛宣怀 在直立大水时的震灾表现 给李鸿章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一次 盛宣怀更是马不停蹄 重返上海江南一带 募集了大量资金善款 北运直立 帮助李鸿章震灾救荒 盛宣怀其实做了两个事情 第一个是筹钱 另外一个是把这个钱 如何合理地分配下去 这个事情我觉得 也算是打动了李鸿章 办理阵务 盛宣怀前后在灾区 逗留了八个月 在此期间 他亲自带随行人员 挨户详查 并且亲尝灾民食物 甚至在受灾村庄 一级香染 赈灾同行者皆担心被传染 而不肯入户的情况下 依然以身先入 认真负责亲力亲为 盛宣怀帮助李鸿章 稳住了直立灾情 他的干练才能 再次给李鸿章留下了深刻印象 同时在这次合间赈灾中 盛宣怀结识了一大批江南世身富商 这为他今后的洋务之路 积累了厚重的人脉班底 金元善 郑观应 谢家福 李培松 这些都是江南当时很有名的一批身商 跟他这个时期形成了一个很好关系 盛宣怀何间赈灾的表现 李鸿章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随后他向朝廷请讲 称赞盛宣怀办阵期间 尽心筹划 亲查户口散放 出力出资 不辞老怨 赈灾后的第二年九月 李鸿章为盛宣怀争取到 熟理天津河间兵被盗之职 一次赈灾成为盛宣怀命运转折的起点 随着李鸿章对他信任一点点增加 更大的机会来了 光绪五年 公元1879年底 李鸿章开始与盛宣怀商讨 创办电报事宜 据说 盛宣怀曾与李鸿章 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盛宣怀说 预谋富强 莫先于铁路电报两大端 电报则非极其图工不可 李鸿章说 这正是我的心愿 你何不为我办成呢 但是他跟李鸿章讲 铁路尸体大 比较好入手的是电报 因为他的要的资金不需要很多 电报相对来说 他的成本要小得多 于是 第二年盛宣怀被委以重任 负责筹办中国电报局 1880年10月 天津电报总局成立 盛宣怀出任首任总办 此时早在和谦赈灾认识的 金元善 谢家福等人的身影出现了 相当于李鸿章发现朱启王一样 然后孙宣怀也通过自己的努力 就结束了这么一帮人 他跟江南的这种关系就越来越密切 他以后 所以他能够在办实业的过程中 能够得到很多这种人的一个辅佐 光绪七年 也就是1881年5月 盛宣怀承受着 齐昌弹劾案的巨大压力 从南北同时开始 金户电报线的架设工程 后来有人金元善回忆这段经历说 受任以后 必经图治 世俗创举 用人极少 而南北同时兴功 运料运木落益于道 以一身而兼溥役之事 齐劳众所周知 在电报架子过程当中 经常会有些当地的村民 说什么 你在我们庙宇门口 加了这个电线 朱字网了 电线了 你白天收了 它晚上拆掉 考虑周全以后 孙仙怀决定 从在广 天津和上海 两头建起 艰难苦战七个月后 时至1881年12月24日 在盛宣怀的带领下 中国第一条有线电报干线 金户线竣工了 接着天津电报总局 正式更名为中国电报总局 第二年 电报招商在上海顺利展开 没想到 其股价在一个月之内 猛涨了15% 行情火爆 以至于到了一票难求的地步 1880年 创办对贸局 81年就盈利了 所以这个是 孙仙怀算一生当中 他的一个实业的 一个很好的起点 从这时候开始的 自此 孙仙怀在洋雾之路上的命运 才得以扭转 也为他重返轮船招商局 积累了巡厚资本 1885年8月1日 盛宣怀受命正式出任 轮船招商局督办 十多年来的耿耿宿院 终于实现 这一年 他虚岁42岁 接着为您播出 贵州茅台凤凰冲击播 冷暖人生